短短三天之内,大陆新疆地区连续发生了两起群体冲突事件 中共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带领工作组以严打高压的姿态赶赴乌鲁木齐 同时,坦克军车和上千全副武装的武警齐齐出动演习 不过当局这种强硬的打压态度是否有助于缓解和维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评论员的分析 6月26日,新疆吐鲁藩善善县连牧沁镇发生袭击事件 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指称,冲突造成35人死亡 两天后,位于南疆的河田地区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伤亡人数不详 29日清晨,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于正生 带领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长郭升坤等中央高官组成的工作组 抵达乌鲁木齐召开干部大会 于正生在会上宣称要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防控社会 同时,大陆各大媒体在集体沉默几天后 开始宣传当局的强硬立场 虽然在官方媒体平台上难以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 不过民众不难从官媒杀气腾腾的话语中 感觉到当地的紧张气氛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中共当局对清真寺进行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从没有间断过 信仰伊斯兰教的维族和鼓吹无神论的中共 长期以来就有内在的矛盾 暴力维稳无助于化解紧张的关系 香港明报报道 29号当天,当局还出动数十辆武警装甲车、防暴车 和大批运载武警的卡车 前往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截击 车上的武警全部头戴头盔、手持枪械 市区部分路段一度被交通管制 闹市区和政府大楼前的戒备明显增强 场面浩大 近年罕见 中国呢,处处是民怨 遍地是干柴 这些年虽然这个民众的维权抗争啊 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的有人很严密的组织起来 用武力呢,对抗中共 新疆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呢 就触及到中共最敏感的神经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认为 暴力手段自然是法理难容 但是在没有独立媒体对事件进行充分报道 公众无从了解事件更多的信息情况下 中共当局将冲突定性为恐怖犯罪 是避重就轻 报道引述美国维吾尔大会负责人 阿里木·塞伊托夫的话指出 新疆事件让人们看到的是 中共因为它的民族政策失败造成的恶果 在努力挽回面子 新疆地区近年来陆续发生多起流血冲突事件 都被中共当局定性为恐怖袭击 最严重的是2009年的75事件 造成近200人丧生 法广文章指出 民族和谐共处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但不可能在中共一手高压维稳 一手居高临下的民族政策中实现 2020年地区严格集成的写真 全都在说 纪热外负责人 砥码 不可能在此 不是